北京时间7月12日,NBA夏季联赛的比赛继续进行,火箭对阵篮网队,本场比赛也是堪点十足。 虽然丁燕宇航因为伤病未能代表篮网队出战,中国德比也是没能上演,但是篮网队的杜边雄泰与大魔王周琪的对决,也是成为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之一。 杜边雄泰作为日本男篮未来的核心球员,他的表现也是一致备受期待,而周琪作为中国男篮未来的核心球员,而中国队和日本队同处亚洲, 两队也是在各种比赛中经常相遇,这两个未来之星的对决,自然也成了比赛的最大看点。 本场比赛周琪继续延续着自己的出色状态,全场比赛周琪出战22分钟,全场6中5,罚球12中7,得到了17分外加7篮板三盖帽一助攻一抢断,而前两场发挥出色的杜边雄泰则是全场低迷,全场比赛他5投2中得到4分7篮板。 周琪最精彩的表现是在第三节,其中第三节周琪一人独得9分,而在第三节的比赛还剩下3分钟的时候,周琪摘下前场篮板,自己快攻一条笼完成突破上篮。 这个时候防守他的杜边雄泰在篮下也是无奈赔上了一次犯规,周琪加法也重。 在完成这个一条笼后,场边的屁股上,球员也是站起来了为周琪鼓掌,而更为稀罕的是德帅也是站了起来了周琪鼓掌。 这对周琪也是最大的肯定,而本场比赛也是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淘汰赛。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火箭火箭1,09102击败蓝网,蓝网也是被淘汰出局。 下一轮火箭将对战骑士,也有球迷调侃到。 周琪把杜边雄泰送回家,真够解气的。 周琪把杜边雄泰送回家,真够解气的。 周琪把杜边雄泰送回家,真正散步并障在 vemos。 anovz bik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